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思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一 如果大家今天盯着我们的股市看 上午的时候可能信心还是不足的 整个上午的时候成交量其实放的也并不是很大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成交量今天15分钟,30分钟 其实成交量放的并不是很大 大家信心并不是很足 但是下午的时候大家一下信心就回来了 这个信心整体来讲市场一路向上 为什么?因为国家成立了第三期的集成电路产业基金 这个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我们一共前面有两期 前面有两期,这是第三期 第三期关键是这个钱 这个钱已经远远超过前两期 第一期只有910千亿都不到 对吧,那么这一期的话 这一钱直接到了3440个亿注册资本 而是各大银行处的 所以对整个市场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就是从这个国家的政策方向来看 国家要解决什么问题 其实你理解了国家的动作 你就知道我们接下来一股是往哪些方向 去投的 那么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国家投这个基金 这个产业基金 它背后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把这个整体思路给大家理一下 现在呢,如果大家 关心这个股市的 或者关心财经的 都知道我们现在 无论是政界还是山界还是学界 你只要一提未来整个世界往哪个方向发展 没有一个人例外几乎都说朝人工智能方向发展 这是高度一致的 我没有发现过有这么样的一致 就是说以前你搞互联网 对吧 甚至你搞光客机 我觉得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但是这次往人工智能方向发展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千篇一律 大家有一些思考的人都知道 人工智能就代表了未来 谁中美两国之间 未来竞争 最主要的竞争方向 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 没有其他的 这个就目前来看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方向 谁要先掌握了这个 谁就是引领世界 引领着世界 引领着世界往前走 也就是说你引领了世界 对吧 那么这个世界当中最主要的财富 就是你占领 你拥有最高的技术 对吧 那你要这个东西你要卖多少钱 那就卖多少钱 对吧 所以目前为止 缩小中美之间的差距 最主要的就是人工智能方向 所以我通过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了 就是中美之间 你一笔最主要就是人工智能方向 所以这3440亿的大基金 要解决什么问题 要解决的就是人工智能 整体产业链的构建 所以这个3440亿 背后的这个投的方向 就是我们所有投资人 要理解的方向 你要把这个方向理解清楚了 几乎你是不太 就是几乎你是跟着大基金一块跑的 就你知道国家需要什么 那么有很多人说 那人工智能 现在的话 我们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我跟大家把这个里面的 一些基本的东西 给大家普及一下 其实讲实话 从前面的 我们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 马云啊 或者京东啊 等等的腾讯啊 这些几乎都是 我讲一句 这话讲合不合适啊 但是我还是希望 要跟大家讲的 其实并不是咱们的原创 对吧 抄袭美国的 几乎都是在抄袭美国的 那么美国也知道 你抄袭了我的 然后呢 你获得了重大的利益 对吧 那么你获得了巨大的这个好处啊 所以 他对这一次来讲 他就不愿意再把这个好处再给你了 所以人工智能目前这一块 引领世界的肯定还是美国 现在呢 我们中国倒是每个产业都有 但是我们跟人家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有可能说老鼠你不要胡说八道 影响大家的信心 我还真不是影响信心 因为我这段时间调研 大家都知道 我都在跑 包括那个芯片公司 我都去过 跟他们那些上市公司老板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清醒的 就直接可以跟你说 对吧 差距那还不是一千半点 那么现在硬件的算力 GPU这一块 那顶级的企业肯定是因为的 这不用简单 然后算法这一块 就我们中国叫大模型这一块 对吧 搞大模型的这一块 但我们的这个切的GPT啊什么的 那你跟OpenAI相比 那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不是一心半点 那么第三个 对吧 那微软拼的是什么 微软是云 OpenAI掌握的是这个算法 英伟达掌握的是硬件算力 因为未来这三家公司 现在是引领着人类 这个人工智能最高水平 如果这三家公司 未来要搞一个什么算力垄断呢 或者搞一个什么技术的垄断呢 他也不给谁 对吧 那几乎这个地方就是停滞的 所以呢 有很多人说 对吧 那么如果中国的产业链不能够 这个培养出来 我们的产业链不能够培养出来 那么人工智能 那么可能美国未来负责智能 那咱们可能就负责人工 那么这种局面 站在管理层的角度 站在整个中国发展的角度 肯定是不太愿意要出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大基金投一定是要解决 整个硬件算力算法 云包括各种 整个这一个产业链的问题 我们解决这个产业链的问题 倒不是说要超过美国 就目前来看的话 虽然说美国现在硅谷 百分之二三十人工智能 都是中国人 对吧 那他们要都能回来 那中国的芯片马上就解决了 但关键是他不可能回来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最主要解决的 还是缩小差距 我们缩小差距是有优势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应用场景不成问题 让我们有全世界最多的手机 全世界最多的汽车 全世界最多的人口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应用场景不成问题 那应用场景只要产生 就能产生收益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些应用场景 对吧 产生收益又可以防普科研 所以我们大基金投的方向 大家注意 应该来说 这个大基金投的方向 还是投在整个人工智能的前面 算力啊 算法啊 云啊 等等这些方面 但是对应用场景 这个地方的投资 我觉得他投的这个概率 并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大家这一段时间 重点你要看芯片 最主要还是看 整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产业链当中必须要解决的设备问题 对吧 你没有光刻机 这怎么办 光刻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整个半导体这个地方 电子化学品 就是光刻胶这一块 大家可以看到光刻胶这一块 整个十几个展地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离不开 然后对于整个半导体设备这一块 其实今天龙头性的公司也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龙头性的一些半导体设备 包括我在核心文章当中所给大家提的这个龙头设备 好像走势也是比较比较这个强势的 大家往这个方向仔细地去研究一下 我个人以为呢 就是说如果大家看大基金去投 这也是我这么些年的一个经验 不是大基金投的所有的股票 咱们都能跟着它投 为什么 大基金它是不计收益的 它是以培养这个厂业为主 但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讲 我们是要考虑到收益问题的 我们是要考虑到我们不能亏钱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应该研究的是哪个方向 我们是研究此时此刻 应该来讲能够赚钱的 能够赚钱的公司 以赚钱和盈利 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如果它的业绩在往下滑 那我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太赶投的 所以我们是以赚钱这个方向 作为一个业绩增长 作为一个大基金进产的一个比较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 半导体设备类的有的是能够赚钱的 而且增长的非常不错 比如说北京七星 现在就是比方华串 像这种类型的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 它确确实是它有盈利 那么对于有些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心 等等 这样的公司 你们可以看到业绩是在下滑的 那么对业绩下滑的这种类型的公司 可能并不是说我们要重点 短时间之内并不是我们要重点 要投的这个方向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向看 我们重点的方向 就是要寻找 大基金投肯定没有错 大基金往哪个业绩方向好的方向投 那就是我们要重点 那就是我们要重点套利的方向 那有很多人呢 说这个套利不太会 不太不太会套利 我跟大家分享一点点经验 所谓的套利就是追涨 其实在技术当中的追涨 大家注意三个方向 你只要把这三个方向掌握 你的追涨应该不会差 至少你亏钱的 就必须追十次对吧 那么可能会对七次 来真的能做到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 要有重大利好 国家级题材 或者业绩的重大改善 你比如说大基金来了 大基金投向的那个方向 肯定是国家级题材 或者这个上市公司 比如说业绩增加100% 甚至业绩增加300%的都有 业绩重大改善 业绩重大改善 国家级的题材 这种公司 你去追涨 成功率极高 为什么 有的是人接盘 前伏后继 对吧 我研究一点 网上涨 反正有的是接盘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有个业绩重大改善的方向 我已经在 我4月26号 在文章当中写的 TMA方向 你看TMA方向 从我写到现在为止 一倍有了吧 为什么 因为涨价 我天天政策会制裁 他照涨不误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业绩是真好 他是业绩重大改善 我算了一下 龙头星的公司可能就六七倍的使用率 如果走到十倍的使用率 可能还往上涨个百分之三四十 对吧 甚至百分之四五十 这都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业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追涨成功率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大家注意 追涨不是乱追涨 那小公司 二三十个亿的公司 甚至十几个亿的公司 追涨干啥 你进去你出不来 秒跌停 你是跑不掉的 但是那些业绩 大家认可都比较高的 国家级的题材 你进去之后 依然有人会接你的盘 对吧 那么第二个 趋势整体要向上 什么意思 就你选的那个板块 那个股票 对吧 你比如像这种类型的 它趋势是往上走的 那么我的成功率就高很多 那你说你比如说 那个那个 你选的一个像这样的 对吧 这要名了 你选一个像这样的 那这样的操作 那肯定是不行的 就必须 有很多人说 那我要抄底 对吧 我要抄底 我告诉你不能抄底 真不能抄底 为什么 咱们没有那个能力 去判断它的拐点 一定要选择 有资金明显进场 趋势向上 然后这个时候 再看到成交量 出现一倍以上 所谓成交量出现一倍以上 大家可以看到 成交量一定要有个 突发性的表现 比如说像这种公司 对吧 明显成交量一倍以上 那么我告诉你 既然它成交量有一倍以上 这种东西 短时间之内不会结束 不会结束 而且一定会有一个 非常强烈的延续行为 就是股价的一个惯性 一倍以上 你看像这种 就是一倍以上 看到没 一倍以上 对吧 后面套利 五六个点 七八个点 都能够套到 那就怕你选择的那个公司 它底下平的 你选进去干啥 你选 这个选进去就有问题了 所以选择 一定要选择 倍量的公司 就是明显有资金进展的公司 那么最后一个 一定是重要的企业 不重要的公司 它在产业当中 可有可无的公司 五十亿以下的这种小公司 不太适合这套方法 那有很多人说不对啊 那你说那些垃圾股 炒那个垃圾股 对吧 那是国九条之前 国九条之后 我希望大家把观点改变过来 选择产业链当中 非常重要的公司 大家集体看好公司 业绩有大幅度改善的公司 我相信大家的业绩 不会太差 炒垃圾 炒小 炒差 这种环境在此时此刻的这个行情下 非常难做 我只能说 可以这样讲 国九条之后 这个环境 这个土壤 会越来越恶劣 越来越恶劣 包括这个管理层 对这种东西的监管 是很在意的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 要往这个方向 就是不要往这个方向 沉迷于太深 那么至于 当下的头方向 我依然认为 TMA这个方向 包括我讲的这个业绩增长的光服 业绩增长的这个光刻胶 对吧 半导体设备 同这些方向 都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思考 那具体怎么操作 还是那样的 不放量 不操作 放量之后 再做交流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天CPU方向又起来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CPU 就是这个管理层 我们大基金的一个方向 为什么它挣钱呢 它这个方向挣钱呢 你看着看着 有很多公司 对吧 实际上它这个走势 是比较强的 所以从逻辑上来讲 大家注意 这一波大基金 就是解决国家 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 这个方向的问题 大家往这个方向 着力一下 对于上市公司 对于这个 整体来讲 整体的A股来讲 上半年 依然在这个位置 我讲了 跌不太多 政策就要干预 你敢跌 他就敢干预 所以市场 依然会缓慢的 振振荡荡 晚上走 6月30日之前 有可能会触碰 3200年 这个预期依然存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的短线 依然有操作的可能性 好 详细的内容 看一下索文斯的核心文章 如果找不到的话 相互正在评论区说一下 今天重点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